現在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化學式跟分子式 當然我們的重點是分子式 未來你在考卷上看到的題目 基本上都是用分子式表示 前面我們還沒有教我們都寫中文 以後都會寫分子式給你看 就是化學式就是用元素符號 數字還有一些簡單的符號 構成一個東西來表達這個玩意兒 是什麼東西做的怎麼做的 那叫做化學式 元素符號 數字簡單的符號 所以你要匯元素符號 要你備了 要你備了 化學式有很多種 國中幾乎只用分子式 幾乎只用分子式 第一種叫做檢式或者實驗式 就是我做完實驗之後 我不確定你到底是一個還是兩個 三個還是四個 但是我知道你是1比2 2比3 就把你的比例寫下來 成為一個簡單整數比 所以像葡萄糖 CH2O 它的比例1比2比1 乙酸也是CH2O 也是1比2比1 所以你都會寫個CH2O 我知道是什麼玩意兒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知道 它裡面的簡單整數比 然後做為以後繼續研究的基礎 這叫做檢式 實驗式 分子式就是我們要教的這個玩意兒 分子式 第一要元素符號 跟一些數字來表達它組成的 原子的種類跟數目 比如說硫酸 H2SO4 就表示裡面有氫 有硫 有硫 有氧 構成硫酸 有兩個硫 一個硫 四個硫 這個等於要再教一次 教你什麼意思 好 構成硫酸 氧化銅 就是有銅 跟硫 構成 有一個銅 跟一個硫 構成所謂的氧化銅 所以寫出元素符號及數字 來表達這個玩意兒是由誰組成的 由多少的數目組成的 就叫做分子式 好 元素符號及數字 表達組成物質的原子的種類及數目 式性式下學期才會出現 就是把它一個特徵表達出來 到底能夠顯示到什麼玩意兒 我們會在下學期教有機化 有所謂的官能基 不過國中沒有這個名詞 就乙醇 如果你寫分子式 就會寫C2H6O 可是你這樣寫 沒人知道你在寫什麼玩意兒 所以把它改成這樣 C2H5OH OH它的特徵 你看到有OH 就知道它就是醇類 就知道它是醇類 所以你要這種特徵表示出來 叫做四姓四 乙酸 C2H4O2 也是這樣寫 沒人知道你在寫什麼 寫成這樣 C3 COOH 表示呢 看到COOH 就知道什麼類 酸類 有基酸 有基酸 所以 這就是四姓四 我們在下學期的時候 教有機化物會出現 四姓四 結構式就是把它的排列方式表達出來 我這裡畫的是最簡單的那一種 還有稍微複雜一點的 這個 國中基本上沒有教 只有在教有基化合物 含聚合物的時候 課本上畫一個給你看一下 看完就沒有了 看完就沒有了 所以它乙醇的結構式 把它的排列方式長相畫給你看 又是結構式 還有其他什麼電子點式什麼之類的 我們國中就沒有討論 所以剛剛跟你講的 國中基本上只出現什麼 分子式 用元素符號及數字 表達儲物值 組成原子的種類跟數目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所要學會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分子式 其他的你就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